这一个是顾客的电单 在这里,过去6个月,它其实都是500-600多的电费 然后它装的package是13.2kW 然后每个月是省大概750-820kW的这个saving 那它这个generation是前四的 所以你可以看电单after装了Gosola 它这边它会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会有青色column 就是说如果你每一个月你的solargeneration过后 你有balance多的话,它会save在这边 每一个月可以bring forward 就是bring forward到12月之前,你要用完它就是对了的 我们只要去看这个generation前1440 就是在这里呢,就是顾客的app在这里 你可以看这个是它在做着的generation 这个是它现在目前的 所以你可以看回每一天的就是好像说昨天的68 这样子 然后呢,你可以看每一天它大概会average到多少 你都可以看到的每一天 ok?那在这里我们看三个月的叻 在三个月这里 它我们就选二月的 ok?这里二月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1.44 所以这个就是千四 乘一千就是1440的kWh ok? 然后在这里,在day的这个这里呢 它能够给你看到它从几点钟到几点钟的 那一个它的generation最高 然后到晚上八点它就没有了的 所以这个app是华为 for Huawei的inverter的customer 每一个人安装它都可以通过这个app 去monitor你的那个solar system 包括你可以看到你的每一天 还有它可以看到device在哪里 然后你的family member可以share 可以一起share用这个app的 ok? 然后回到来这里呢 这里呢 after电单过后 我们知道有1000 它generation1440 ok? 那在这里tmbbuildrecord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用tmb的 就是说在这个column 这里 这里的column 它是晚上用的 就是aftersolar没有generation 过后 我们晚上是用tmb的电 然后它会combine起来每一个月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青色这个column ok? 就是我们白天用了solar过后 我们有多的 我们存在tmb meter 这里就会combine起来 它total up那个amount 它会record在这里 它会给你知道多少个kw 是用什么价钱来计算的 现在通常都是会以3毛3开始计算 所以你有存到的电 一定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它是比较贵的电 就是你存到贵的价钱 那个电 ok? 然后它怎样去省 就是说 每一个月它的tmbbuild出来 ok? 你可以知道你扣了过后 generation有1061 ok? 扣掉这你的amount 所以你就需要给一个84块 因为你extra用了 呃... 你这边extra要给一个 呃... 200多的那个kw hour 就是在这里看到的 它会拿你去扣除的咯 这个就是tmb build 它会收出来的 ok? ok... 然后... 还有就是... 这里 这里啊 ok... so... 我们要怎样知道 白天我们用多少 sola 怎样讲 这边才省500多 罢了喔 去到600多 700多哪里呢? ok... 你可以看哦 这个只是 我们用完过后多的存的 ok... total up 是generation前1440 所以我们就是用1440 减掉1061 这个amount 出来我们就有379kw hour 这个是没有计算在tmb这边的 所以这个它也是算你的百多 200块的那个电费来的啊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用你的app 来扣去这边 你就知道白天用多少 这里 所以变到total up 起来就是用total up 1284 再加上你白天用的 你总共你是用1663kw hour 但是这一个package 就是它安装的这个package 它maximum可以去到1400罢了 它的average average generation 是去到1400罢了 所以代表说 这个月它的generation有多? 然后你这个月用200多的kw hour 来计算 所以它的电费 为什么它需要给一个84块 这样子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